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Diginal Research 黃建志 今天主要就針對全球主要電子製造服務業者 在東協南亞的布局分析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在這一段 演講裡面呢我們主要先從整個 全球的電子製造服務業者的發展現況來跟大家做說明 接下來我把整個 全球的電子製造服務業者分成兩搭的一類是 歐美系的業者 也是中系業者跟這個 所謂的在東協南亞地區的在地業者 首先我們先來掌握一下說全球電子製造服務業者大概的狀況發展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那在我這一次的一個研究的範疇裡面呢 我總共的調查了50家的這個電子製造服務業者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台灣業者大概佔了其中的22% 那每家業者佔了20% 那中國或者是香港系的業者是比較多的 他佔了24% 那其次像歐洲的話14% 那另外像東協南亞的在地業者也有14%左右 那另外的話呢日本業者大概佔6% 那假如我們從營收來看的話呢 當然這個我在做這調查的時間點呢 那時候第四季的營收還沒有公佈 所以我在 去年的話只統計到前三季 不過我們從 這個兩個營收的一個分部來看的話就是說 在2020年全年的話呢 這50家的一個電子製造服務業者的營收大概只有 5154億美元 那台灣就佔了74% 那在這個去年的前三季的話呢 總total的營收是3917億美元 那台灣呢就佔了72% 那主要呢 台廠呢受到了一個缺料缺新以及 客運營運的影響呢 所以呢整個佔比 較 這個2020年的佔比 低了 兩個百分點 不過呢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第四季的台廠表現相對比較強勁喔 所以 在後續的話呢 其實整個台廠的一個佔比的可能有 機會再提高 能處理牠的酪 那一則網友 記者 translator